1176集 真当我是吃素的吗 楚风早已睁开火眼金睛 凝视此地 观看各种场域的隐秘 这是他一带仪仗 有这种纠集眼术 网穿各种隐秘 然后他收起两枚手环 换了另外两件兵器 其中一件是一座瓷椅 部分材质是神词 还有一部分材质是瓷髓 这可是布置场域的最高材料之一 瓷髓可遇不可求 这是他当初在地球东海 生擒活捉原磁圣体时 从他身上夺来的瑰宝 对于场域研究者来说 这就是制宝材料 楚风左手拎着这枚瓷椅 向前冲去猛然一砸 天崩地裂 地面上 各种场域符文都紊乱 直接暗戴下去 他是场域大宗师 谁都不会想到 他已经到了这个层次 再加上 瓷髓法印相助 简直是如虎天意 恐怖无边 连可困杀亚圣的手段 都拦不住他 除此之外 楚风手中出现一根竹子 紫盈盈的共有九节 这是从混沌宇宙 小圣罗雍那里夺来的圣器 而且是圣级兵器中的真品 被他轮动起来 轰向四方 该死 他居然能催动起圣器 一群人震撼了 今生层次的人催动亚圣兵器 就已经很艰难 楚风居然挥动圣器中的精品 唯能无穷 轰的一声 四野那些场域符文 原本就被楚风的磁髓印 干扰的紊乱 现在在被他用大神鞭轰击时 直接崩开 啥呀啥呀 周围的人都惊悚了 真要将楚风放出来 绝对如同一同猛虎 面对羊群 所有人都要受到威胁 楚大魔头 你给我去死 机械族的人狂吼 催动一艘巨大的战舰 闪烁密密麻麻的符文 发射出火力 楚风惊悚 那艘战舰上雕刻着亚圣级符号 但是爆发出的能量 却有圣级层次 这一击太可怕了 同一时间 天神族的人也怒吼 手持几枚迅烂无边的紫荆天雷 散发着圣级的波动 随时准备祭出 此外 由民族祭出一块黑色的头骨 如同来自地狱的魔种 嘶吼着迅速变大 已向着楚风扑杀而去 灵族嘶吼 天神化血藩 化尽一切升级 那可怕的大帆上飞出一块残片 鲜红欲滴 是昔日纠集兵器的碎片 哪怕只有一小块 不足一寸长 但依旧让人心计堪比胜微 西林族的人也怒吼 张开一张古怪的大弓 射出一支桃木剑 要击毙楚风 一刹那 这些老怪物都动手了 皆动用大杀器 楚风挥动紫竹 号称大神鞭 直接抽碎了山河 让这片山脉都崩塌了 击毁场域 向前上去 他大吼着死 那些人也怒吼着 最为激烈的大碰撞爆发 双方都避无可避 哄咙一声 楚风大口咳血 翻飞出去 满身都是伤痕 受到最为严重的冲击 这还是他关键时刻 催动魂中护体所致 不然的话 强大如他的人亡体 都可能隐恨 不过 他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彻底轰开之前的场域 冲杀出来 机械族的人再次大吼 催动战戒 进行轰杀 此外 刺天穷的人也驾驭战争堡垒 催楚风展开绝杀 而天神族的几枚 自惊天雷都已经 指出轰然爆发 这颗小行星解体 在众人最为激烈的战斗中 被摧毁了 四分五力 形成巨大的撑击波 楚风蹊跷流血 受伤很重 但是他在挥动大身边 直接将刺天穷的战争堡垒 抽击的爆碎 化成一团巨大的火光 如同一轮小太阳炸开 这将是离开阴间的 最后激战之一了吗 楚风忽然生出这样一种名物 接着 心头又浮显浓肿阴霾 感觉很沉重 他冲杀了过去 哪怕周身一血 也无惧 人王体的恢复力太强大了 身体原本要四分五裂了 可现在却在快速的愈合 砰砰砰的 楚风挥动大身边 一口气而已 将从战争堡垒中冲出的几名 今生大圆满的老怪物都打爆 化成几团血物 刺天穷的人马全灭 还有谁 楚风的毛子可怕无比 他化成一道闪电 俯冲向机械族 在那艘巨大的战舰没有发威前 狠狠的一击打身边 就抽了过去 这可是圣器中的瑰宝 是一件大杀器 直接将那艘万丈长的战舰打得崩碎 化成最为迅烂的火光 空间都仿佛在烟灭 机械族的几人在哀嚎 虽然有残魂冲出来 但是却被楚风直接补了一遍 紫竹划破虚空 将之打爆 楚风大吼 渣子废物 谁敢与我一战 他冲向幽民族 几名老怪物咆哮脸色煞白 但还是催动大杀气 想要反杀楚风 可是 在打身边面前 在圣级瑰宝刺竹前 他们的反击并不够强大 哪怕动用了圣级雷霆秘宝 结果还是被一边一个 将他们打得炸开 血与骨飞开 毫无悬念 傻 你们都要死 都要下地狱 这片地带简直被打餐了 整颗星球都已经解体 四分五力 当中亚圣兵器飞舞 能量光束沸腾 强如楚风也在磕血 这群人太狠 准备打杀气不是一剑两剑 而是各自都来了杀手键 比如恐怖的紫荆天雷 轰穿虚空 楚风沙红眼睛 跟他们死磕到底 不想放走一个人 这群人自然也拼命 这一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西林祖 你们这群猪狗不如的东西 当年要不是你们 地球的后手与底牌 何至于失效 楚风嘶吼盯上了西林祖的几人 对于该族的恨 更胜过天神族等 这群人当年引狼入室 反过身来杀自己人 行径恶劣而歹毒 白死不能竖其嘴 这世道 胜者为王败者为口 我们赢了 所以我们西林祖活得很好 越发的猖生 并且将回归地球 重新成为那里的主人 而你们的祖先呢 被灭了 被彻底打残 所有淳血先民都被抹杀个干净 这就是真实而残酷的现实 西林祖的几人满身是血 居然带来一件盛气 法风般催动 哪怕自身都快被吸成人肉干了 可还是在拼命 因为他们知道不拼命就得死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发疯般 投掷紫荆天雷 唯能宏打 圣级波动太可怕了 让四分五裂的星球都再次炸开 化成积粉 就是不远处的一颗月亮 也都被炸得爆碎 化成一团刺目的光芒 这种战斗 无比的激励 进行到白热化 他们承认哪怕准备万全 觉得能避杀处风 可现在发现还是不行 但没有回头路 只能血拼到底 你们这群可耻的背叛者 泄露上古地球的撤退路线 暴露数十处逃生地 如果不是你们 上古地球会被人血洗干净吗 许多闲民会被杀光吗 手中紫盈盈的竹子挥动间 划出蒙蒙的光韵 紫气蒸腾 轰的一声 将西林族祭出的盛气甩得军力 那是最低级的盛级兵器 根本挡不住混沌天神功 祭练过的大神鞭 更强的兵器 那几人催动不了 接着 楚风再次挥动紫竹 轰碎那件兵器 让这里发生大爆炸 一些人惨叫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就化成了一团血雾 只有一人仓皇提前逃走 但是 结果被楚风用紫竹一点 隔着很远的天空 哭得一声炸开 在盛气面前不堪一击 啥呀 逃啊 剩下的各路强者 态度截然不同 有的拼命 有的人则想逃走 但是都在拼命 为的只是活下去 扑扑扑的 天神族的几个老怪物 还有他们的追随者 被楚风追杀上 紫竹一扫 盛危弥漫 碰碰碰的 将他们都打爆了 这是一场屠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